1 2 3 4 连着四次把球拍用力往地上甩 男子网坛的球王艾卡拉茲 罕见在场上动怒 仔细看艾卡拉茲手上的球拍 已经被他砸到弯曲变形 不堪使用 有时候我想弄弹架 这之前没有事过 因为我能控制自己 就像艾卡拉茲说的 这是他生涯第一次在比赛中摔拍 这是在美国举行的星星纳体大师赛 他在南单32强 面对法国的孟菲尔斯 以6比4 6比7 4比6 逆转输掉比赛 艾卡拉茲说 这场比赛很艰难 是因为比赛打到第二盘的抢7 孟菲尔斯靠着这个往前截击 取得3比1领先 没想到这时现场下起大雨 导致比赛一度暂停 在经过休息后 两人重新回到场上 只是艾卡拉茲依旧找不回状态 才会起倒摔拍 奥运后的首战 球王爆冷 在南单8强出局 另一个意外发生在女单 奥运金牌大陆的郑清文 也在16强赛中 以5比7 1比6直落2输球 也结束自己最近的12连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